我觉得我先想问问我爸妈 对我就是希望我找一个 什么样的男朋友 你爸都说了 他不喜欢看一个男朋友 我妈怎么想呢 那这样 你能不能 我们看一下你希望找的 男性的做男朋友的 类型的照片 好不好 好 好 来 我们看一组 爸爸不要哭 对 都是我喜欢的类型 就这三个了 是吧 对对对 都是你的菜吗 你问一下你爸 他能接受相对来说 能接受哪一种 你们能接受哪一个 我是一个都接受不了 问问你妈 那个你媳妇能接受 相对来说能接受哪一个 吴秀波 我女儿上高中的时候 就特别特别喜欢她 所以我有一度非常担心 会不会我女儿以后 找一个大书型的 你担心这个 那就找个小鲜肉呗 然后赵盈诚嘛 岁数也大了 因为我在十年前 就看过她的巴黎岛之恋 我妈也觉得 那胡哥现在很红啊 对啊 胡哥他太帅了 帅得有点不真实 我们这个家 就是耗不住的 那找个丑一点的呢 我妈就喜欢佟大为那一种 我把佟大为的号码给你 我说他结婚了 他结婚了这个不合适 不是 我还想她们来 我就说她这个类型 憨憨的 她就给我的感觉 就像住在隔壁院子里的 一个小男孩 如果我把女儿给她 就是隔壁老黄的感觉 对 我很踏实 今天在这个 四大民主力的一个平台 我们可以一家三个人 把这个话题 拿到这上面说 聊拍了 对 平时在家里 这些话题 我根本就不敢碰 其实我虽然不赞成他谈恋 背下里 我根本都是瞒着他爸爸的 因为我私下跟女儿也谈过 但是我对今天的这个事 有这样的一个分析 如果说这孩子现在 风平浪静的 我就忙点社团活动什么等等的 也真是没有 说是我对那个男孩子 怦然心动过 或者怎么样的 他不会来这 他不至于今天来这里 来把这个苦恼 咱就把这立出来 因为他没有这个驱动力 哦 我懂了 他今天来到这里 一定有一个重大的驱动力 才会迫使他来到这里 很好 这是我听到现在 预迟最有智商的一句话 哎呦 没了 您想过没有这个问题 他能来到这里 是为什么 呀 不敢想 太久了 其实我也觉得奇怪 我想你这个爸爸妈妈 你现在在上学 爸爸妈妈不同意你谈恋 也很正常啊 这不算什么烦恼啊 所以我觉得严重的一个可能 要么现在有一个自己 怦然心动的人在那里 或者要不然就是真有交往的人 这样我问你 在你到现在为止 你所有交往的同学朋友当中 你有没有跟哪个男孩关系比较近 就有有有有有有一个 哎 你们有单独出去看过电影吗 有吧 你们看电影的时候 他拉过你手吗 那那个好像就没有 你说你说这个话的时候 眼睛在我眼上就瞟了一下 立刻就过过来 这是非常不安的那种神情 你觉得我们信吗 那其实我觉得 你说他拉过你手吗 就是 过马路的时候有吗 不不不不就是在电影院里边 灯很黑暗的时候 他有拉过你手吗 电影院里没有 电影院外有 过马路有吧 有没有你跟他 两个人单独在一块的时候 你妈电话来或者你爸电话来 就你们俩单独在一块的时候 就像看电影的时候 就是比如说 怎么看到90点钟吧 当电话来了你怎么处理的 电话来我就没接啊 哦 聪明的孩子 有感受 但是没接更夸张了 我妈打给我室友 我室友没接 因为她知道我有出去 然后就打给我辅导员 打给我宿管阿姨 天哪 就还不如我接了 其实你很明白一个道理 他们不希望你发生的那个事 要想发生分分钟的事 对吧 对 只不过是你自己觉得 你也是一个非常知道分寸的一个女孩 对吧 对 你看看多好多懂事 但是你觉得你也应该有属于自己的恋爱 婚姻 对吧 对 刚才我说的那个65岁 孤独终老的那个生活 不是你要过的吧 好恐怖 其实我也挺担心的 我觉得能遇到喜欢的人不容易 对 谁都不容易 你看看依林姐姐 多不容易啊 我觉得这个事情 你今年是99几啊 95 95年21了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 所以她现在结婚是合法的 知道吗 所以呢 你现在 别说是有男朋友 你就是结婚 合理合法 有什么想法 大大方方的 有这么多人 这么多观众 跟你父母沟通一下 你需要让她出来 咱们现在就让她出来 没有 没有 好不好 没有 没有 我先去后台准备一下 来来来 不许打仗 说说正事 我的确有碰然心动的对象 但是我妈不允许 其实第一 我是不想伤她们的心 就她们万一知道了 会很伤心 因为我在欺骗她们 所以我就想让她们转练 因为我们现在也没有说 一定要发展成什么样子 只是说想要先就是相处 试试一下 互相了解 然后我也很羡慕 我的同学可以 女孩子可以把这种事情 和父母分享 所以我就是最希望 我父母可以转变一丢丢的态度 也可以像正常父母一样 我们可以平时交流 可以聊的这件事情 对 然后也给我指指录什么的 传授一下经验 你让她指录 她就指到一条死路 你知道吗 就你在说话的期间 妈妈已经把眼镜 摘下来了 是的 是的 我突然想到 如果真的我的女儿有好的物色的对象的话 而我们作为爸爸妈妈 还是很极力地反对 我觉得心里好难受 好 妈妈我